杀人的直播看过吗 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了个游戏 说里面可以看限制级直播 我进去原来是我被直播 故事背景是这样的 还原来的赛博世界 在这个充满异体的赛博磨度里 是为军兵的你 想拥有财富自由吗 那就来自敢用各大异体公司 举办的真实杀物制作性吗 他们通过了整个城市作为舞台 届时 你将会用他们免费给互助 行动异体 也从城市边缘开刹 一路刹到舞台重心 他们通过你获得异体修量 而你获得留下 这件不是最好的商业支援表演 累积奖金上百亿 买来吧 而我这次猜的那么随 假索吗 我去 这次参赛的竟然是 国际游兵好车杀死我 川普的定期杀招 是你和读书太阶吗 牛逼 我是他老粉了 我是你的PA助手 请选择 一线驱动增强 接往下载 啊 他竟然不选择以保命为主的 罗布生物芯片 而是选择以增杀为主的 激烈工业 能随便尽压一条街的 机械拳和哨命 就这么被秒了 点赞 点赞 就这些垃圾东西 我也是随便名 你算什么东西 是传说在地下拳 击败过人形机器的拳森 哦 地下机械拳 也是以挑战BOSS为主 极具观赏性的比赛 比如一个人要靠拳头 击败曾经屠杀过 一座城的机械战神 这么厉害 我看他又选了个 什么激烈工业 真是傻屁 在没有顶级 一体装备的情况下 全家伤害 真不怕后面的BOSS 一拳给他拍死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挺顺利的呀 热穿战闹蛋 今天我使命赌一千万 他变死了 好的观众朋友 听到探街 已经在一里房间 装备了造物一眼一省 以及机械工业成三 现在他普通不惊不耐的 抽电伤害 已经高得一批了 给他个奖励关卡 让他放松一下吧 看看他已经在这 遇到谁了 潮盗 琴 哦 是潮盗琴 号称地下街区 最弱的18岁女孩 就连大鱼都撞不过他 最强的猫 最强的对 当然 这次并不是让他俩对打的 而是我们放了 超多点赞在这里 这关叫做刷赞 看谁刷得多 赞就会归水 而赞的作用 往后你们就知道了 这武兵 谁可能强活太近呀 不是啊 谁让太监一速快 这个世界还有公平一说 这也不会是国际顶静兵 在披抗我们专门 审则的白人力武装的 各种攻击 都能华力动作 果然 最好的防御就是建国 他又选了几点工业 借态刚才真的对几点工业系练 情有独钟啊 现在来的关键时刻了 就有防 还解决为在我们特定的杀戮机器 DR303下击败并存活 真是巧啊 又碰到了心 钻剑投业 那两个合力将其击败 是那个外号知己的DR303 拥有独特人物智能和自主意识 专门为击破高皇平人而研究的战争机器 其装甲后度开比坦克 还拥有快速卫衣和弹跳 一人都推打一条鸡的使命 骑死了 能和大运对抗的骑死了 现在知道我们整天打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我们不出所料的 我告诉 是那一招 是不是那个当时被十五剑克维固杀出重围 据说成竟一位自称调集一绝的独家绝学 不可思议 台阶就让一臣的力量硬杀了战争机器 狂往至极 确实有点强 不过根据我和主卖方的熟人所知 这群人根本就没想让参赛人来用 如果说刚才那是战争机器 那后面放的 嘿嘿 那就是核武器了 我们的台阶从指尖身上 爬下来了LF公司的扫描二型芯片 爆上十个二续 当然还有机外BOSS送的气垫工业芯片 台阶这波真的太给气垫工业面子了 是啊 而且评论区全都在说 上链接上链接 链接已经挂在下方小房车了 需要的赶紧购买观众朋友们 快看 现在台阶打的小朋友都是ACPD了 我台阶这么多音频道想 就算是叶子上卡牌子了 也得很义乎了 那可威逼 真是太棒了 台阶又从ACPD手上 赚下了一个机电工业的一手 当拥有五个机电工业驱动时 蓝子伤害将会再提高35 下一个房间又是机电工业 一个防御不佳 就是坎 台阶也终于来到了BOSS房 看着吧 全家伤害的他 待会是必死 可是BOSS房为什么下商店 BOSS房前一般都会有补给站 会用咱们的点赞来兑换一些东西 另外也会根据在路上获得的芯片 随即获得一个聚合芯片效果 各种公司都有组合种类操作 而这次台阶全能动的机电工业 就可以组成一个机械化躯体驱动 非常的强害呀 有鸟用啊 伤害这么高 被BOSS一下就秒了 不好说 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我们的挑战者 我说 我说 这次台阶的第一手是 BOSS C-401 正途四条 入条 对 这个是上次第一次 古斯大战时研发的人型武器 当时为了对抗它 正真死了一个城市的市民 C-401 C-401虽然体型大 但是它能一点都不是对啊 一个挑战 全让剑底喽 你看吧 太极还是大力 已经之前太顺利了 不过现在它已经反应过来了 各种攻击也不是不能躲 来的 你看它活得大招都放工了 哈哈哈哈 呃 右一下 右一下 躲都躲不了 这只会要晚了呀 哈哈哈 还记得之前被我们忽略了一个芯片吗 哦 就是当彼此时 伤害将会增加百分之七十 难道 是 难以置信 只会竟然在剩下一年限车 释运了这个环境 并开始反击 极致是身上血素拉满了 瘋狂奪命的401高度攻击 那就是人类的机械码 堪比现在的终极超便宜 一招或招 实来建立之术 实在是强 六条的血量已经建立了 凯晶现在简直是五位移民大侠 那我都不专门了 现在凯晶只学一个 啊 哈哈哈哈 虽然肯定是失望 但是我得宣布 凯晶 死亡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登场 如果按照圣顶来说的话 那这个人确实是死了 不过咱们是玩家 大不了重开呗 然后又解锁了一个新人物 就是那个琴 拿着这把少的可怜的奖励 强化一下操作系统和武器改造 这些都是通用的养回动型 这次我试试这个琴 看看他有什么技能 就是你的琴 上飞机吧 游戏一共有很多的大关 刚才用太剑的预前再都没过 我觉得那个角色不太适 还得是这个18次的小妹妹 琴也是个近战角色 不过拒绝的话鼓鼠偏慢 我一开始以为是枪能 技能分别是开盾和蛮王旋转 大招一口阵地 原名肯定不是这个我随便起的 禽肉啊 我全场我都不用做技能 直接开盾格打伤害 跟傻瓜操作一样 就还刚才那个boss 西边加肉 我跟他对着看他都没看过我 缺点就是大怪太慢了 虽然赢了 但是整整磨进了我快一个小时 后运又解锁了超级大激光 虚构液和双枪游侠 特别这个双枪游侠 全是伤害技能 连会移动时 在众多增丧西边的价值下 boss都是直接秒 但是在复权赛的第三个boss吧 之前不管是打哪个boss 都是无比的顺利 就这里 技能多的根本没法躲 而且上野一把狗 我打了三四个小时的关架 直接就死了 我一想 我躲不了干队不躲了 太近啊 不是 请出战 慢点就慢点吧 只要肉就好 但是就这 我尼玛打了两个小时 杀完一届boss二届boss 最后终于到这 就那我中间 剪到传奇心脏增强西边 还给我加到五条命 而且我肉的一拼 就这都没扛入伤害 五条命全没了 又死了 我现在是崩溃的 但是我觉得 这肯定是我的问题 我一个肉 为什么要加伤害buff呢 我应该全叠肉 只要我肉到可怕 boss的技能乱就如同虚伤 所以我用古兜兮兮 又开了一把 这次西边和一体 我全部加护盾和回血 和最大生命值百分比 而且这个盾我发现 只要开的合适 它是能免疫攻击使用的 将会完美闪避攻击 那么来吧 亲不来的 我们又见面了 没想到boss还有二形态 我问我总结 琴的破刃是非常高的 破刃和boss他不会动 先停技能 boss破刃刚结束 再打一套破刃 如此往复 将会直接斩杀 真不容易 我玩到这 已经玩了快七个小时了 后续又玩了几个小时 但是至今没通关 累了 肉哥游戏 说句实话就很令人上等 这个游戏叫做数字面影 斯蒂姆支持手柄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后续我真服纯兽打榜 哪个精英怪 需要换十多分钟 还是直接对输出吧 真爽 喵喵喵 但是到最后又打工了 嗨 忽啦 逃月不算太差 可以说 总算有点像样了